通关快乐 谢谢 欢迎您回家 感觉好像回家 应该回家了 哈喽大家好 我是中心社记者罗思玉 哈喽大家好 我是刘宣平 大家好 我是中心社记者范思玉 那么现在呢 是2月6号凌晨5点钟 那么今天呢 也是香港与内地 实现全面通关的第一天 那么这也就意味着 两地人员的往来 将完全恢复到 疫情前的状态 是的 那么相较于1月8号 首阶段的通关呢 那这次通关呢 又加开了这个罗湖口岸 黄冈口岸 莲堂口岸 以及粤港陆路口岸 不再限制名额 大家都可以自由的出入 是的 现在小心呢 就要前往港铁的上雪镇 和首批的快速领客 以及前往罗湖镇 去见通关的全流程啦 那么通关首日的情况 究竟如何呢 那么就跟随小青的脚步 一起去看一看吧 那么现在呢 我也进入了人群之中 就让你们跟随我的脚步 一起去看一看吧 据了解啊 这一次罗湖地铁站 新增了更多的支付方式 比如像新增了支付宝 微信支付 云闪付等电子支付方式 内地群众通过支付宝微信扫码 便可搭乘列车 现在来到了人工的这个通道 那么准备破关 可以看到今天通关的人数是非常的多 那即便人数很多呢 那这个队伍仍然是井然有序 匀速保持前进的 所以这个整体的轮后时间 其实并不算太长 我们在这个旅检大厅 整体待的时间呢 应该只有五到六分钟而已 那么相信再过不到十分钟的时间 我就可以踏入内地回家看一看了 现在大约过了二十分钟的时间 我们已经走完了所有的通关流程 那么现在呢 我只需要往前迈十步 就已经正式的踏入了深圳 现在我们一起数 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 我们现在已经完全进入了深圳 我们可以看到在我后面的牌子上面写着 让思念化成此刻相见 然后欢迎您回家 可以说现在呀 两地往来实在是非常的方便快捷 那么以后呢 两地的小伙伴们可以互相串串门转一转 两地的亲朋好友也可以常回家看看 我相信啊 在通关以后 两地的朋友们可以说句就句 说走就走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